我们就是相关的资料每次都会放在云端 所以云端白板的第一个单元 这边就有这个文字与资料函数的程式 我会把每次上课我做的练习 通通会贴上去 所以如果假设你担心有些地方会比较跟不上 你就自己再找一下 这等于是我提供给大家的笔记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修改改成你要的样子 没关系 你可以拿这个自己改成你要的 这个笔记 OK 然后上个礼拜重点是这样 我们是请ChallgyP帮我写一个Excel公式 后来把这个改成Excel的 不是Excel 改成VBA的 就这个地方 请帮我改成VBA的Function程式 那如果说你要写出 请他帮你做这件事的话 当然你可以在开头的地方 需求就改成VBA的SARP程式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这件事的话 怎么叙述比较简单呢 第一个就是请你先到ChallgyP帮 所以你用Google查一下ChallgyP帮关键字 然后把它点击Start Now 我讲过登录我的习惯是用Google帮号 所以我会先登录我的Google帮号 然后再直接就登录寄来就OK了 如果你要开始问他的话 下方这边就传讯息给他 这样就可以 旁边有个回文针 甚至你也可以把Excel传给他 不过简单的东西其实不需要 因为其实我试过 你传给他跟没传给他 结果是一样的 那干嘛传给他 对 所以除非那个很难叙述 很复杂 你不知道说那个又有 对对好几层又有什么工作部 工作表 然后又有哪个范围 然后范围又很多个很复杂 你不知道怎么叙述的话 你就直接丢给他 OK 他会比较快一点 但是你还是要跟他讲说 到底要做什么 其实同样的 你还是要叙述让他知道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你要叙述 应该要用对的那个名称 你不能随便 跟他讲一个他看不懂的名称 他就无法理解 比如说一个Excel的档案 他的专有名称 叫做工作部 OK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称呼每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的话 这个叫文字与资料函数的工作部 他副档名一定是 这个是前面是档名 后面是副档名 那这两个都要给他 这个工作部的档名是什么 副档名是什么 都要给他 你不能给他档名 没有给他副档名 没有给他副档名 他会猜 那因为我们这个档名 是点XLS 实际上就是那个2003以前的旧版本 他跟新的版本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不知道知不知道 你这边Ctrl向 A3Ctrl向下 你会发现 再按两下Ctrl向下 他的最大的比数 就是只能够 65536 意思是说旧的版本 他只能够最多放6万多笔的资料 那如果你假设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把它换成最新的版本 会怎么样 那如果你把它另存好了 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好像没有另存成别的新档 那我是建议 未来你就直接用另存新档的时候 找到浏览 有没有发现 他这个地方重点是在存档类型上面 有没有 这个地方会显示什么 Israel 97 什么叫97 就是1997 1997距离现在多久 好遥远的感觉 26年了吧 对OK 那2003的话呢 也21年的 所以这个等于是老骨头了 已经是古董期 那他最大的差别就是 他只能6536 那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换成新的版本 会怎么样 那特别是新的版本 有两个选项 一个选项是 叫做Israel活跃簿 他的副档名 跟刚刚的副档名 哪些不一样呢 有没有 XLS 他多了一个X 有没有 XLS 多一个X 那底下又有一个什么 启用聚集的活跃簿 XLSM 那请问 如果你有VBA程式的话 应该存哪一个 这边最好一定要存这一个 启用聚集的活跃簿 那如果你存上面这个的话 你的VBA程式就全部消失 而且不见了 就通通不见了 所以你一存档他就把它删掉了 所以请特别注意 将来存档的时候 请务必记得 一定要存成这个 OK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我们先做第一件事 因为这很重要 因为之前有同学存错格式 那就完蛋了 救不回来 我说你重做吧 我没办法 因为说实在说 我没办法把你救回来 因为是你把它存档的 那你说老师 那会有什么状况 其实如果你有 假设档 其实你要存错档也很难 为什么 因为他有防呆 你按错误 按储存 他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储存 除非你选错了这个答案 是或否 是还否 有的人完全不看 或者是看不懂 什么下列功能 无法储存在无聚集的活跃簿 这什么意思 对很多意思 到底是还是否 请问一下 你是旧版本没有关系 对这个问题的话 假设我们上礼拜 是没有没有另存 对不对 直接用那个 就是旧的版本 对不对 那跟各位讲 旧的版本 它因为没有区分 有没有启用 因为旧的版本 就是反正就启用的意思 OK 所以你上礼拜直接存档 你的VP还在 不会影响 所以上礼拜 我们没有叫各位 一定要另存 直接存 旧版本都可以 所以旧版本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容易中毒 以前会 因为你一存档 反正里面都有VBA 有VBA的话 有毒你也不知道 直接打开就发生错误了 这个是它的改变 所以今天的话 请记得 反正我们就先存档 存成启用聚集 反正以后 旧的版本 你就存成新的 然后按储存就OK了 它就不会警告了 所以刚刚 如果你存错的话 记得 它会出现什么 它会出现是或否 那你就按否就好了 不要按是的话 就是直接存 无具体就是把你的VBA给删掉 意思 要不要 不要删 否再跳回来 就是选第二个就对了 OK 这个地方 请特别注意 好 储存 那储存完之后 你可以看上方 它的负档名就变成XLSM 所以它的负档名就不是XLS了 那你说老师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 或者直接在I或J好了 这个地方直接点一下之后 按Ctrl向下 Ctrl向下就是直接帮我跳到最下面一列的意思 Ctrl向下 那你会发现 老师不是65536吗 你再按一下Ctrl向下 不对了 那可能它目前是相容模式 对不对 所以相容模式它还是6536 所以你如果要让它变成不是相容模式的话 你变成你要先怎么样 把它关掉 对不对 然后再重新去开启你的刚刚那个范例 我的范例在这边 然后我把它再找到 一般我习惯会按照修改日期排序 最上面的那一个 不见了 还是我的是另外 我开到别的档案去了吧 反正它会出现 我看开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会在旁边 可能是我开的档 这边启用 我看看另存一下 还是我存的位置 我刚刚没注意到 存的位置 劳大嘛 没错 储存 那它会相容模式 关掉 重开 还在这里 打开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上方就应该不会出现什么相容模式 然后一样启用 然后游标放这边 Ctrl向下一下 有没有发现 它的最大比数 就会是1048576 那其实就是104万 OK 那刚刚是6万 104万跟6万5 那现在差很多了 所以总比数呢 容量就增加非常多了 OK 所以第一个啦 就是请各位待会先另存新档 存成启用聚集的活页簿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旁边增加两个按钮的问题 直接请Challib帮我代劳 那叙述方法很简单 开头的话 因为我们本来是请帮我改为 但是我们要重新再来好了 所以请帮我撰写好了 所以这开头的部分 就是请帮我撰写好了 或者是直接写就可以了 VBA的什么呢 Sub程式 我不要Function Sub 然后后面逗点 那你就把那个问题再叙述一次给他 因为叙述我记得好像之前我们在上面这边 其实我们就有了 但是前面是加什么 Excel公式 其实我只是把那个Excel公式 改成VBA的Sub程式 就是看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的是公式 你就跟他讲 我需要Excel公式 如果你需要VBA程式 你就跟他讲VBA的什么程式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 本来是有跟他讲说要用这两个 但是不需要 所以我就直接把后面这个叙述 直接给他好了 Ctrl C 那需求就是串接09 再加上F4的11 然后G4的84和H4的7 这边多个多点 然后在G4前面加一个- 其实理论上应该在H4前面 也要再加G4和H4后面加上一个-的符号 那如果怕他不懂的话 你就给他例如这样子 OK好 他应该就知道了 你就把这一串 Ctrl C 然后呢 再来应该会吧 Ctrl C Ctrl V 大家都很熟啦 OK贴上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假设他怕他不懂的话 没关系你再补充一下 理论上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好 执行看看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怎么知道说他懂还是不懂 其实他会回应你 你可以使用以下的VBA程式 所以他帮你写了 他知道他帮你写了 来串接F4 G4 H4的数值 所以他应该是知道意思的 并加上09前 最 与 减号 所以减号应该他也知道 形成你想要的格式 所以 对不对 大概看这个大概就八成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把那个什么 把这个程式复制了 那你说贴哪里 其实很简单 复制之后呢 请你把它贴在 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方悬的下方 贴上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好 看一下结果OK 但是 其实我发现我好像少 少跟他讲一个东西 他输出结果 没有 他是丢在I4 我看I4对吧 我们是丢在 应该是E4 就他给他丢在I4 所以我刚刚叙述的地方 应该漏了 所以理论上应该这个叙述 如果你是SURB程式 跟公式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你需要跟他讲你输出到哪里 OK 因为你没有跟他输出到哪里的话 他就会随便猜 理论是在H4的右边嘛 可是我是在E4 有没有 所以我现在假设 我执行他给我这一段程式 应该会有一个BUG 我先把这个旧的资料先删掉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把这个删掉 那我先执行看看 其实执行很简单 贴上之后的话 就理论上我习惯是浮动在上面 为什么浮动在上面 因为我可以看到输出结果 那执行的话请你按一下 上方有一个 有点像一个播放键的那个Play的按钮 你就把游标放在这个SURB的中间任何一个位置 点这边好了 然后再按下执行 执行这里 理论上应该会输出到E4 可是你说老师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其实他有输出 他输出到这里 OK 那你说老师怎么办 其实两个解法 一个是你看了懂的话 那你会不会改 该会吧 你就把I4改成什么 改成E4不就好了 这样OK吧 好 试试看好了 执行看看 有吗 对吗 所以其实你不用看懂太多 你只要看懂你要输出的位置 那range的话就是一个范围 或者是一个储存格 就是这个位置 好 那所以啦 这个是方法一啦 但是前提是你要看懂程式 可是你说 那我不太想看程式啊 没关系啦 你就是在这个问题里面 怎么样 刚刚的问题其实漏了一个叙述 将结果输出到哪里 所以没关系 那如果你将来哦 假如你TrugPT问题已经给他了 你希望修正哦 几个方法 在下方继续给他 请帮结果输出到E4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前面不是一支笔对不对 你可以点击这支笔之后 再把问题加上去 再重新传送 他就修正 所以两个方法 那哪个方法 都OK啦 我这里好了 我喜欢这边 然后这边就加一个 将结果 结果输出到E4 就可以了 就不用讲得很复杂了 你不用想太多 就是很精简 结果输出到E4 够简单吧 你不要想说 老师傅要怎么表达 那不是写情书 不用很简单 直白的直接跟他讲说 结果输出到E4 好看一下 传送 这个时候他又马上帮你修改 好看一下 我好像每次改的都不一样 真是改太多了 OK 结果OboOK 其实OboOK看这里就知道了 有没有发现 OK 啊 或者另外在这边输入也可以 好 请各位先玩玩看 我觉得应该不难吧 这一串其实是我们自己 从前面的东西贴贴贴改改改的 OK 画面上还给各位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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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